蘋果就這樣用水喉水來餵牠們 最好用礦泉水、蒸餾水 或者煲滾了的水來治療 Alice 還建議大家可以用兩個水盆 分別放飲用的水 以及用來浸浴的海水天盤 至於食物方面 樂技居下的選擇相當多元化 基本上麵包、餅乾都適合牠吃 不過不可以吃得太油膩 蘋果就是牠們的最愛 既居蟹先天有活殼的特性 是因為牠貪靚 牠們之所以躲在殼裏 原因是牠們的腹部相當脆弱 要靠個堅硬的殼來保護牠 想為自己治癢的既居蟹 設計一件獨一無二的服裝 相當簡單 首先在未加工過的裸殼上 噴上一層底色 乾了之後 再用無形誘惑上自己喜愛的圖案 或者像我這樣 直接用顏料筆由上個殼道 見到那些既居蟹 穿著不同款式、不同設計的腦殼 真的好像在看Fashion Show 阿里斯想問問你 由這麼小隻變得這麼大隻 大概有多久呢 還有我們何時可以預計到牠是送地換學 如果由這麼小隻變得這麼大隻 大約需要十年之間 十年之間 這些既居蟹通常每一年就換兩次學 因為牠的身體會不斷大 那牠就要找個大一點的殼 去支撐牠的成長 還有牠的殼會越蓉越舊 會爛那些 都會導致牠會快一點換學 那如果我們在養牠的時候 怎樣可以看到牠 有什麼跡象 準備換學嗎 牠很有趣的 牠會專門走到空學那裡 然後走去玩一輪 捐個頭人去試試位那些 即有兩個學在走來走去 是啊 最老可以養到多大呢 現代人類發現到 人類發現到最長的壽命已經有七十年 七十年 即可以養到七十歲 應該可以的 各位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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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